我爹本想叫我进宫做皇后 不过这事没成 她就死了 但我还是进了宫 当宫女进的 后来皇帝为我下跪 权相为我而死 你过来 御前的长势姑姑又来换衣局 挑人来了 她这一句话 刚刚还在收校的小姐妹 纷纷丢下搓衣板后退三步 没反应过来的我一抬头 跟她对视三秒 就你了 收拾收拾嘛 薛人 直接走吧 没来得及擦两下手 我就被姑姑带走了 身后的小姐妹看着我 脸上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还有一点点几乎看不见的同情 我才进宫三个月 才洗了三个月衣裳 要对以前 能去御前伺候可是天大的好事 有些姿色的 树林还能一下子飞上之头 从奴婢成了主子 可如今 静安是七年 御前的差事人人避之不及 照他们的说法 跟御前比起来 到夜香都成了美差 这是因为当今圣上喜怒无常 天下人都知道 皇帝李摩是摆设 真正说要算的是丞相 婚事 好像是让出这天下大权的补偿 傀儡皇帝李摩总是极尽生命 丞相也并不在乎这些 普天之下最好的玩意儿 都给他搜罗过来 皇帝是傀儡 但与享乐 丞相是奸相 富可敌国 当然 至于我们这些下人无关 让大家害怕的是 李摩的脾气 惊喜喜怒无常 案子上落了一粒灰 衣服上多一道褶子 茶水凉了一星 或热了半点 都会被拖出去打板子 打一回板子 就是十天半个月下不了床 进宫三个月以来 我已经是第27个 被拉到育前的人了 一道观顺 路上 掌视姑姑感慨道 总有人哭爹喊娘的被拖过去 去了也待不长久 我当然观顺 因为我进宫就是想到李摩跟前去的 叫什么 小人姓赵 我叫赵和吉 今年十七 与圣上同庚 我爹是御史 朝中清流 他本想将我嫁给李摩做皇后 吹吹枕边风 或者夫妻抗力的话 便能叫李摩改改身上的毛病 他在带领朝中为数不多的忠臣良将 扳倒温时 把权力夺回来 只可惜这一切还未实施 我爹就被人害死了 家中奴仆四散 我侥幸逃脱 无处可去 便进了宫 我也想看看 我爹一直拥戴的皇帝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掌视姑姑给我安排了住处 换完衣裳 他又嘱咐了我一些事 我都仔仔细细的记下 我得在他身边留得住 泡杯茶 我尝尝 我照姑姑浇的泡了杯茶 恭恭敬敬的双手盛上 他前前抿了一口 还能有审视我一番 你很聪明 陛下身边该有个长久的人 姑姑谬赞 浓淡温度都刚刚好 泡茶是最难的 剩下的没什么难得倒你了 我进寝宫时 李摩正搂着一个浓妆艳抹的舞女 骨节森林的手指 缠绕把玩着舞女腰间的记带 舞女眼唇轻笑 媚眼如丝 一副活色生香的场面 见状 我连忙避到靠墙处 低下头 以免打扰了他们 突然 一阵乡风刮过 抬头看 那舞女已经扭着膝软的腰肢出了门 李摩鞋坐在踏上 直勾勾地看着我 她皮肤很白 只有眼瞼微红 给人一种莫名的威压感 许是刚饮了酒 新来的是 过来 我小步走过去 朝她行李 她懒洋洋地捏我一眼 忽然眼神就撞上了 她将身子作证 我慌忙低头 我们曾经是见过的 是十岁那年 年官 宴请百官 我与母亲也作为家眷进宫 李摩就坐在笼椅上 可群臣 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的对象 却是下手的温氏 我见皇帝竟是个 与我差不多大的孩童 便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 他坐得直直的 神情严肃 却又透着拘谨 回府后 父亲问我 觉得圣上如何 我想了想说 他像羔羊 被拴住了的羔羊 那天宴上还有一件事 温氏举杯笑着问父亲 我今年多大了 父亲竟当众服了他的面子 魏达化也未饮酒 怒目而逝 温氏则显得格外大度 自饮自达道 有些疑惑 他朝那舞女刚刚离开的地方 抬了抬下巴 他果真并不记得我 小人是做粗活的 用不着好看 我反驳 没有来的竟有些气呢 你来这之前是在哪里当差的 李摩却好像突然来了兴致 问起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来 万喜局 你看着雨震差不多大 小人年时期 进宫不过三个月 说完这话 他脸上没了笑 似是想起了些什么 三个月前 父亲企图将我的急策 还有生辰八字 惩治李摩却在礼部被温室拦下 他自己也被迫害致死 掌势的说 小宫女们都不愿意来遇钱 很快李摩就笑着把话揭了下来 原来他是知道的 但还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为什么来 掌势姑姑选中了小人 你觉得你能待多久 只要小人想 小人就能一直待下去 我说完他就开始笑 从他上站起来 在店中转了几圈 又回到我面前 歪腰凑近 几乎与我脸贴着脸 你要能待够三个月 朕就答应你一件事 怎么样 均无戏言 均无戏言 自与他定下这三个月之约以后 我整日什么都不想 只是仔仔细细的擦掉店中的每一粒灰尘 陈起时为他准备好衣袍 还有让茶水寄不过烫也不过凉 而他则日日待在寝宫里饮酒作乐 歌舞升平 舞姬 乐剂左拥右抱 明目张胆的调情 丝毫没一点皇帝的样子 对此我早有耳闻 便也没太惊讶 但掌势姑姑私下里却跟我说 他从前只爱独自饮酒 偶尔照了激奏曲 近日却越发不像话 我不知道掌势姑姑为何要与我说这些 可我总觉得他是把李摩当孩子看的 我知道姑姑的话八成是真的 除了这些貌恶天仙的妓子 李摩的后宫里头还有不少评语 都是温室上的 各个貌恶天仙 不过李摩从未碰过他们任何一个人 他虽没什么权利 但脑子还算聪明 对于温室来说 孩子永远比大人更好控制 如果后宫中有任何一个女人生下孩子 但李摩恐怕连做傀儡的机会都没有 有时 忙碌中听到店内传来迷迷之音 我会忍不住想他到底知不知道 那些忠心于他的大臣为他付出了什么 他就什么都不做嘛 也是 他能做什么呢 他就是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能力 接下来两个月相安无事 他听他的犬 我干我的活 我忽然觉得 他也没大家想的那么可怕 这天 李摩不知发神风 抿了一口茶后突然就黑了脸 随机摔了茶盏 明日就满三个月了 之前约定好的 我有理由怀疑他是想反悔 所以就无力取闹 雪白的碎瓷飞溅 地上还的茶汤黏着茶叶 我只是站在原地冷冷的看着他 我确定的茶水一定是刚刚好的 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他抬眸 似乎是我的表现 让他有些意外 小人并无过错 为何要怕 他忽然笑了 转了转播纸上的预班纸 你想回家吗 他忽然换了话题 让我有些错不及防 他该不会是知道我的身世了吧 小人不想 嗯 我以为他会问一句为什么 但他没有 我看不透 他在想什么 你想赌一把吗 他忽悠开口 认真中带着点脚侠 没了往日那副半死不活的婚军样子 赌什么 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他勾唇 然后起身 将手附在我耳边 他想让我杀掌管军政的太尉 而太尉是温史的人 好 我答应了 没问他筹码是什么 他也没说 温史以为己宰相却不过三十而已 但他一手提拔的太尉 却已是致命之年 久不上战场 好色 是秦楼厨管的常客 不过他有威信 没有乙心 也没有手段 温史需要这样的人 李摩一口气 与我说了许多太尉的生活习惯 自己日常行踪 因为父亲从前就有让我进攻光复李摩的打算 所以朝中事务从不避讳我 他是御史 监察百官是分内的事 李摩说的我大多都知道 甚至比他知道的更详细 却还是装作第一次听的样子 李摩没有权力 没有亲信 能打探到这些消息已是不易 而且他除了饮酒作乐 应该也是干了点正事 陛下是想让小人色诱太胃 他说的委婉 我直接了当点凝和心 李摩低头 轻渴了两声 似乎有些尴尬 小人却还记得 陛下曾说小人不好看 这么多五局乐计 都比小人更合适吧 我一定会去 只是不知为何 突然任性 又在这件事上叫了针 非要他给个说法 你当然好看 只是没有一点妩媚 全是风骨 风骨 原来他这样看我 只是他不知道 简简单单的风骨二字 背后有多少心酸血泪 我低头不语 他似乎有些紧张 赶紧补充道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而且我只相信你 为什么 嗯 为什么选我 我也不知道 他又想了想 第一眼我就觉得你不同 你也确实是最好的 我见过的人里 他想的认真也说的认真 有时候根本不需要理由 泡茶最好的 我笑着打断他 他一愣 随即也笑了 自然不止 可惜小人总是做粗活 手都肿了 我伸出双手跟他开玩笑 他就认真了 翻出一盒油膏 又叫我坐下来 他亲自给我仔仔细细地抹上 他用帕子擦了擦手 扯下腰间的玉佩弟弟我 这是先帝留给我的 你拿着他 后日清晨 找那装管宫内 采买的老太监 他会送你出去的 我拿着那玉佩 一时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先帝一物 竟只能使唤得动一个管杂师的太监 小人出宫总得有些精细软用来打点的 李摩面露难色 他身为皇帝 江山都是他的 自然也没有俸禄 不然要钱 他却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 这寝宫里的东西 你觉得值钱的都拿去当了吧 有些狼狈 但也只能如此 我担心这样会被当成偷东西的背篮下 李摩想了想说 挑起小剑的 别被人看出来 第二日我照常端茶倒水 李摩也照常花心酒地 入了夜 他却突然大驾光临我 颇为减弱的住处 再给我泡杯茶吧 小人这里没有好茶 恐怕陛下喝不惯 无妨 他都这么说了 我只好照做 他锦衣预带 拿着粗瓷的茶碗 很不协调 这次出宫 你若不想回来 皇后与我一体 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位子 他放下茶碗 似乎有些无奈 他忘了 我说过我不想回家 也许他没忘 只是不信 小人不一定有命活着来做选择 是 可除了你 我找不到第二个人 你 你还是努力活着 律师先保自己 算是天子的秘密 他嘴上说着秘密 可语气却是在哀求 那是自然 我朝他笑 说不定 小人一出宫就卷了钱逃之夭夭了 听了这话 他脸上才有了笑容 其实我大概率不会保自己 自父亲母亲离世 我也不知自己为何而活 许久无言 他转身离开 沃入夜色 我起身叫住他 陛下 他驻足回身 三个月了 到今天 我站在门内喊道 烛火摇曳 陛下答应过小人 他笑了 他没忘 陛下答应小人 就算处境艰难 也尽力做个好皇帝 好吗 一字一句 小心翼翼 好 他迟疑了一秒 但还是答应了 你真像 像赵大人 他喃喃道 有些失神 声音很小 可我听见了 我父亲曾做过天子时 那时李摩不过十岁 我也是 大概是教得太好了 于是就被温石给撤了之 要不 你别去了 自语完 李摩忽然抬头说 陛下说笑了 说完 我关上门 将他隔绝在夜色里 第二日一大早 我便换了宫里的衣服 穿上从家中带来的衣服 趁着天还未亮 避着寻夜的侍卫 和早起做事的工人 一路到了宫外出采买的小门处 我没和李摩告别 怕他后悔 也怕我后悔 李摩梅和我细讲 那个老公公的形貌 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既然认得先帝的遗物 自然是个上年纪的 我把玉佩给他看 他一副了然情态 不慌不忙套上旅车 又站在一旁 看着几个年轻人 哼哧哼哧的卸货 一会儿便委屈姑娘 乘着这旅车出宫了 有劳 姑娘可是后宫中哪位主子 许氏等得有些无聊 老太监便有一搭没一搭的 跟我聊起了天 小人只是宫女 他侧过头来 眯着眼将我上下打亮了一番 不像 他有些不信 姑娘做宫女可真是委屈了 我不于 他又开口 姑娘与那位是什么关系 哪位 我有些疑惑 他朝大殿的方向拱拱手 又回过头来看我 眼神犀利 好像非逼我承认什么 他才罢休 我低头不去看他 什么关系呢 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姑娘不是温时的人吧 不是 这宫里除了除了那位长世的 恐怕没人真心待他了 但也不是他有多用 只是那姓温的特有本事了些 他又叙叙叨叨的说了些话 好像是说给我听的 也像是在自言自语 温时的确有本事 他并非是家大祖 没有祖上阴恩 却刚过落罐 就中了禁士 入朝为官后 泼得先帝赏识 一路平不听民 先皇后生李摩时 难产而死 先帝不出一年 惦异而终 他把江山和当时上 在强宝中的太子 都托付给了温时 温时却有才能 但也是个明明白白的名臣 李摩从出生时 就注定是傀儡 他们装卸好的东西 来向老太监请示 我顺势上驴车 车夫挥边交要走时 老太监忽然又问我 姑娘死番出宫 还回来吗 我张了张嘴 却没办法回答他 那就助姑娘死去一帆风顺 他笑了笑 朝我拱手 我在车上不便行李 只冲他汗手示意 就这样随着驴踢哒哒的踢踏声 我出了宫 我身上的衣服 是光环人家才穿得起的好料子 那老太监应该也看出来了 我去成衣铺里 买了一件最便宜的错误衣服 又把自己实实在在饿了两天 才去了都城里最大的青楼前头晃悠 果然没一盏茶的功夫 老宝便笑眯眯的过来 哄骗我上楼 哎哟 水灵灵的丫头 怎么成这模样了 我可是看不得 她先是假惺惺的问我 怎么这般可怜模样 又跟我说留在她这里绫罗头断 玉石珠宝全都不在话下 要想接近太尉 就得进青楼 我自然顺着老宝的意思留了下来 老宝很是高兴 招呼人 伺候我熟悉打扮 还送上吃食 当晚老宝还来试探我是不是厨 我故作娇羞点了点头 第一晚 开包 那是要出大价钱的 太尉最爱为开包的黄花闺女 其他嫖客不是不喜欢 只是厨少 要进驾的 老宝是商人 自然价高者得 整个渡城没人比太尉出手更大方 那晚老宝高兴极了 亲自过来给我熟悉打扮 打扮完 围着我看了一圈 嘖嘖道 这模样 这身段 我故作娇羞低了头 他却更兴奋了 好像他才是嫖客 要得就是这股未尝人士的劲 最后整了整衣服 又扶了扶发地上大红色的脏花后 老宝很满意的将我送进了太尉房里 没成想 却在门口被拦下了 侍卫出于对太尉安全的考虑 要把头上的簪子都拔了 奴家特意打扮给大人看的 您通融通融 我捏着嗓子说 侍卫黑着脸毫不退让 太尉经常出入风月场所 还能活到今天 他们功不可没 没办法 我只好将簪子全拔了 他们却故意不挠 怀疑我身上还有武器 我一音笑着 双臂微张 一步一步朝他跟前走 爷 您这可就说笑了 奴家这杀制衣裳 这不不能藏什么呀 要不你摸摸 太尉大人一支千金 可都还没见过您呢 我越凑越近 那侍卫终于带着厌恶的表情侧过脸 进去吧 其实 我原本就没想用簪子杀人 而是提前在染了 单扣的粉红指甲缝尔里 塞了蒙汉药粉 单扣是劳保染的 一进去 大肚便便 满脸横露的 太玉迷着眼打凉我一番 别嘴说了句小美人 我故作娇羞 低头浅笑 他两眼放光 拖不及待的便迎了上来 一双肥猪提示的手 就要往我身上摸 我装作受惊的模样躲开他 他脸上笑容不减 美人莫怕 咱们先坐下来喝两杯 暖暖身子 话里话外 我有些怜香惜玉的意味 倒什么叫我找借口 我带着点讨好的意味 替他倒酒 他倒豪爽 一口气干了三杯 接着便急不可耐地 带着满嘴酒气往我身上扑 我故意发出些声音 半推半就引着他往床榻边走 将将走到床边 他便一头栽了下去 死猪一般不省人事 我用床上的后 褥子捂住他的口鼻 估摸着时间 拿开褥子 他已经没了气息 我坐在他肥大的尸体旁边 一直守到半夜 才轻轻推开房门 那侍卫还在外头守着 儒家 喝多了酒 要起来小姐 您通融通融 他终于松口 我尽量不发出声音 踏着轻盈的步子迅速下楼 这时辰 最热闹的青楼也静悄悄的 我提前看过路 从杂役出入的后门离开 就算他们发觉了太尉的死 再去追我 大概也会走前门 后门里已经被官府查封的御师傅很近 夜色中 我提着裙子快步走 不跑 只是尽可能走得快些 目不斜视 上一回这么晚走在外头 还是御师傅被查抄 那日 我也是这样 一个人 现在我又要回去了 御师傅宅后 墙处有一个狗洞 还是我又是发现的 多亏他当时救了我一命 如今又让我有个暂时的庇护之处 我刚出宫那日 就把李摩给我的御佩 还有宫中器物换下的银两 全都通过这狗洞放在了府里 带着他们不方便 杀了太尉 都城市留不得了 趁着事情还会闹大 我可以在青岛开城门时 第一时间出城 跑到天涯海角 跑到朝廷还有温石够不着的地方 拿着这些钱 还有上好的御佩 不敢说荣华富贵 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是 那样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本该与父亲母亲同去了的 我不敢点灯 一个人窝黑坐在闺房里 忽然厚厚的云彩一开 月光从窗户洒了进来 我低头 手中那块温柔的白玉佩 被红色的指甲趁得愈发紧影 我默然想起李摩 给我手上土油膏时的情形 要不你别去了 姑娘此番出宫 还回来吗 我离开前一晚 李摩的落寞和犹豫又清晰起来 还有老太监问我的问题 还回去吗 我们是什么关系 回去吧 我想救救李摩 也救救我自己 我又把青楼里穿出来的薄纱衣裳换掉 简简单单把那个不那么夸张的起 大清早 街上已有了些行人 但与我出宫 那日并无一样 老太监见了我也并没有惊讶 老奴就知道姑娘会回来 姑娘不是一般人 我朝他行李 老奴的电称不该对我说 从大电到寝宫 一个下人都没有 恍惚给人一种空城的错觉 只有空气中弥漫的酒气告诉我 李摩在里面 他斜斜靠在榻上 睡着了 大概是醉了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他 有些生气 他到底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忽然他长节颤动 大概是意识上不亲民 盯着我看了许久 你回来了 小人回来了 他忽然笑了 笑得很开心 以一种不该出现在帝王身上的天真 我忽然有点想哭 你还真有本事 今日早朝 太尉没来 但温石却没有追究的意思 只说 太尉是突然抱病而亡 我还以为 他还以为 我已经被抓住了 这样就可能会牵扯到他 虽然温石并不会因此而杀了他 他絮絮叨叨的说 我安安静静的听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 你这指甲也染得好看 这天以后 我又如往常一样 做起了宫女的活 李摩白天依旧歌舞升平 或者借着酒劲 呼呼大睡 晚上就会挑灯夜读 史书 冰书 治国之策 大概是这几位 你为什么不想回家 这日李摩正看书 我在一旁研磨 他突然对我的是起了兴趣 因为 小人已经没有家了 对不起 他很是愧疚 我们一样 都是孤家寡人 我朝他笑笑 倒没什么说不得的 他第一次问我想不想回家时 我就准备好了这个答案了 接下来呢 陛下有什么打算 我扯开话题 他朝我勾勾手 我放下墨条 弯身 他附在我耳边 说了两个字 他想直接杀我温石 想杀温石没那么容易 而且太尉之死 竟然没有被追究 这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陛下可是已有了谋划 我悄悄问他 他摇摇头 朝我微笑 拖有些无力 其实倒也不是李摩太过心急 或者好高骛远 如今朝中大臣 除了些灵着宝身的墙头草外 都是温石的爪牙 说是爪牙 也不过是走狗 狗杖人士 只要除掉温石 便树倒不分散了 而且太尉刚死 也不是为一个好时机 可一连几天 李摩那边却没了动静 我总觉得他是在瞒着我 陛下当真没有打算 没有 小人想再看看那玉佩 那日一回宫 我便将玉佩还给了李摩 毕竟这是先帝的遗物 对他来说很重要 你是想替我杀了温石吗 不是 我否认 你说谎吗 他死死盯着我 一脸严肃 那敢问陛下有什么可用之人吗 他不语 似乎是有些生气 他生气 我也不高兴 要做大事必定要有取舍 他从前总责法吓人 如今到了关键时刻 却又心思手软 我端起托盘转身离开 再怎么也轮不到你 伴随着茶盏掉落的声音 他吼道 上回 不就轮到小人了吗 我停下脚步 并不回头看他 温声细语 不卑不亢党 说完 不等他开口 便走出大殿 没有那玉佩 我一样可以出宫 我像上次一样 直接去找那老太监 老太监 仿佛一早就知道我的来意 没等我 开口他就摆摆手 叫我不要为难他 若是那位生了气 我这把老骨头可招架不住 他不会为难你的 哦 我说的笃定 倒让他有些好奇 OK 他凑近我 奚落到 仿佛已经看到了结果 百分百 我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退缩了 可是 有些事不得不做 他比我更清楚 何况 公公是先帝的人 好好好 姑娘果真不一般 跟你赌一把又何妨 反正老奴也活得够长了 他背着手笑了几声 颇有点看透世事的意味 温石和太尉不一样 他从不花天久地 我通过人牙子 到他府上做了粗食丫头 却实在难得见他一面 温石长得好 有权势 未娶妻也没有通房 回府上想路飞飞的吓人 不在少数 可温石和其他人不一样 这条路走不通 这日我正在厨房里烧水 府里的一个老妈妈 不知何故突然发了火 一整个厨房的人 都被叫了出去 不明不白的 任中就这样跪了十几个人 众人都低着头 连问问 发生了什么事都不敢 差不多一炷香过后 老妈妈才说明原有 原是厨房里一个丫头 鬼迷心跳 净托府外的人买了春药 趁着端盘子上菜的功夫 撒进了饭菜里 猎剑蹄子已经被扔到 城外乱荡岗上喂野狗了 你们谁要再敢打不该 有的注意 就去陪他 老妈妈吼完 温石却突然出现在后院 一副偏偏公子的模样 甚至有点悠闲 完全不像是被下了药 也许是他没吃 他从大气不敢出的 一排病以前走过 我低着头 看见他的鞋靴 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接着他俯身捏起我的下巴 我顺从地抬头 他看了一会儿 松开我的下巴说 站起来 我乖乖照做 厨房烧火的 是 我答道 同时搁在父前的双手 不由地往袖子里缩了缩 大概是刚才沾上木灰 在他看见了 染得这么好的干扣 烧火可惜了 以后到我房中伺候 说完他便离开了 脚步轻快 似乎是有些高兴 只留下众人面面相去 老妈妈看我的眼神 仿佛是在看妖精 却也不好说什么 我自己都没想到 进这班顺利就到了温石身边 温石是个很谨慎的人 他暂时站得很直 坐时又做了急症 我甚至觉得 他晚上睡觉时 都是睁着眼的 我忍不住想起李摩 他总是一副 被抽走了骨头的模样 温石不管晨起 还是就请从不调人近身伺候 我虽成了他房里的下人 却也只是端茶倒水 因为那日下药的丫头的惨状 还粒粒在目 所以就算日日经手 我也并未在他的茶水里 做半点手调 这日温石破天荒 回来得很晚 大概是潮中有事 他眼下发青 一脸疲态 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我头一回 看见他驼了背 老妈妈很是心疼 说要给他熬鸡汤补补 他却拒绝了 老妈妈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温石 给我泡杯茶 是浓茶 是 看我泡了壶浓茶 老妈妈有些生气 说夜里喝浓茶伤身体 大人吩咐的 我漫不经心的说 手上动作未停 浓茶伤身体啊 我想的是 若是往浓茶里下药 大概更不易被尝出来 而且人在很累的时候 是会放松警惕的 一个下人 两个红指甲 当自己是大家小姐吗 我一早就看你不顺眼 果然是狐狸精 他大概是以为 我在拿温石做乙仗 忽然就开始阴阳怪气 我还有正事 并不想与他纠缠 便端起托盘往厨房外走 走进厨房 温石仍是我离开时那种样子 好像一动未动 他双目闭着 我却总觉得一举一动 都跑不过他的掌控 我将茶盏 轻轻放在他面前的桌案上 自认为并未发出声音 他却忽然伸手 握住我还未抽回的手 几日前 我曾经过一双一模一样的手 你猜是在哪 他带着玩偶揉捏我的手 脸上挂着笑 小人不知道 青楼 他轻轻吐出这两个字 然后扫了我一眼 才松开我的手 接着他开始把玩岸上的茶盏 我知道我斗不过他 却还是强装镇定 假装糊涂 我有一老友 姓赵 观之玉石 也烹了一手好茶 他说的是我父亲 我煮茶的手艺就是父亲交的 你煮的茶 你尝尝 他忽然端起那盏茶 走到我面前 脸上让人心生寒意的笑 我低头 向后退了一步 小人不敢 不敢 他收敛起身人的笑容 将茶水缓缓倾倒于地面 一道水痕 比我脚尖只有一寸 不敢 他转身将茶盏放回桌面 我看你胆子大得很 只是手段少了些 说完他伸手俯上我的面颊 微凉的手指顺着脖梗 缓慢向下游走 我下意识后退 他伸出另一只手 将我揽了回来 我的腰几乎是紧贴在他身上 我平处呼吸的眼 将脖子往后仰 他的手只探进我的衣领 我伸手握住他的胳膊 却无异于皮肤汗束 只能任由他的手 只顺着我的锁骨游走 他嘴角泛起一丝 无意察觉的笑 然后勾出我脖子里 一直贴身戴着的长命锁 原来你还戴着呀 他难难道 四十回忆起了什么 揽着我的胳膊一泻了力 我趁机后退 精巧的长命锁 从他手指间滑落 铃铛发出脆响 他垂下手 仿佛从梦中惊醒 看着我警惕的模样 无奈的笑 这长命锁 是你百人宴上 我送的 这长命锁自打 我有忌起就一直戴着 精致可爱 我喜欢得紧 母亲偶尔都 我说他想戴戴 我都不肯摘下来 却没想到 是温石送的 你不信 温石见我不语 开口问道 我没有不信 又不是他送的 他怎么会知道 女儿家贴身戴着的东西呢 一同在朝为官 自然少不了往来 你父亲入世早 当年还对我有提携之恩 可惜 到你集结那年 他连口茶都不肯赏我了 我给你打的簪子 也送不进去了 他就是为御府书生 带着那帮所谓的 清流说什么苍生 正道 我由着他们闹 让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 将你嫁给李摩 他咬牙切齿地 说出李摩二字时 我忽然想起 那回宴上 温石问父亲我的年岁 一切都变得清晰明朗了起来 所以你就杀了他 你有什么资格 说他御府 你才是奸臣 活之助宠 都是白痴吗 能让你侥幸逃脱 罪臣之女还能顺利入宫 还有太位 他这没棋子 我本来也不想要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听话 不省心 你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吗 匹夫之勇罢了 漏洞百出 幼稚至极 你跟李摩的小把戏 到此为止了 说完 他转身离开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真可笑 我脑中一片空白 呆立许久 才发现房门已经从外面锁上了 我徒劳地拍了两下门 便觉浑身无力 便靠着房门坐了下来 父亲不是最沉 我自言自语 不知过了多久 朦胧中有人开门 我没反应过来 一下子靠在了门外人的腿上 天还未亮 我仰头 只见男子身量挺拔高大 一身关袍 这样的打扮 和服上下除了温氏还有谁 起来 我一晚上没怎么睡 匆忙站起来 又差点栽倒温氏身上 好在他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去洗把脸 换身衣服 我戳出胳膊 往我这段时间住的片房里去 姑娘这边走 一个吓人 颇有眼色的走上前说 曾经一起共事的 我认路 他不是不知道 我转头 看着温氏说 你不用派人监视我 温氏摆摆手 叫他退下 有些自嘲的笑了笑 并非监视你的 我知道 他是怕我自杀 我暂时还不想死 我没搭话 转身就往天房走 他站在原地看着我 似乎有些无奈 我换完衣服 又简单梳洗了一下 温氏还站在原地 我走到他面前 他看了我许久 然后将一根簪子 插到我的发际上 窈窕淑女 他低声道 我抬头 跟上 说完 他迈开长腿 便往外面走 门外已备好了马车 上车 去哪 上朝 狭窄的马车上 温氏闭目养神 马车颠簸得很 虽然困倦急了 可我却毫无睡意 你为什么进宫 又为什么想杀我 温氏突然开口 我看向他 他仍正惊危坐 并未睁眼看我 为你父亲 还是所谓的正道 又或者 他 我沉默半赏 一开始是父亲 后来是他 都有 他扯了扯嘴角 睁眼 我这才看见 他眼里满是血丝 你是奸臣 奸臣 谁说的 谁敢说 嗯 他凑近我 语气里满是轻蔑和嘲笑 我敢说 你身居高位 荣华富贵 都受百姓公养 就该为天下苍生谋服 天下苍生 太远了 太多了 太小了 看不见 你看见了吗 他们姓神明谁 你不过是读了几本圣贤书罢了 他靠在马车上 淡淡等 人活一世 岂能为虚名蹉跎 他们不是虚名 是活生生的人 像我一样的人 说完这话 他端向我一阵 欲言又止 哼 不愧为赵玉史家的女公子 直到皇城 一路无话 若还讲究礼数 就别叫我让人把你拖到大殿上 他都这么说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在他后面 可我没想到 他会让我跟他一起上朝 我这一身 规格小姐的打扮 在群臣中间 格外扎眼 更何况还站在最前面 由于温石的淫威 并没有哪个大臣 明目张胆的看我 也无人敢说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见早朝时的情景 大臣们有奏势的 有弹劾的 只不过 一切都是温石说了算 李摩一整个朝会都面色无异 下朝 大殿里只剩下了我 温石 还有李摩 李摩还算沉得住气 他从农椅上下来 走到温石面前 并未先开口问询 陛下可认得他 李摩看了我一眼 谋色微动 却并未承认 若陛下认得他 但温某今日便是来送人的 若不认得 那我便来清算 清算他身上的债 说完 温石伸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一口气没上来 憋得我眼泪直流 我说不了话 只是看着李摩 希望他能读懂我的意思 别承认 他犹豫了 我看到李摩钻紧的拳头 还有罗上清金 不过只是徒劳 偌大的皇城里 没人听他的命运 别杀他 给我个理由 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是还是不是 因为我爱慕他 忽然 温石掐住我脖子的手松了力 爱慕 可笑至极 因为你一句爱慕我 便要大发慈悲 成全你们吗 我可不是什么大善人 下一秒 李摩竟跪了下来 万望成相成全 说完抬头 满眼心红 他哭了 既如此 那陛下可要把人看好了 不要再跑出去惹是生非 还有 若他不能为陛下开枝散叶 一样逃不开死罪 温石说完 拂袖而去 我身上无力 一时贪软在地 李摩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我抬头看他 给他擦脸上的泪 他则傻呵呵的笑 陛下拎不清了 拎得清 你走后 我就想明白了 他这一句话 我泪流满面 他低头吻我 抹掉我的眼泪 宠溺的说 成兔子眼了 要没命的你还笑 脸上沾着泪水 他又来吻我 黏糊糊的 我推开他的脸 不会没命的 他解下腰间的玉牌 给我系上 别再丢下了 怎么会呢 我们中间总要牺牲一个的 只是 我不确定 温石会不会杀我 我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李摩似乎很高兴 说完这句话 又一把将我抱起来 往秦宫走 你干嘛 我惊呼 开枝散叶 道秦宫 当然不是真做这事的 太不合时宜 李摩吩咐人 准备了沐浴的热水 又叫厨房做了吃食 他抱着我走了一路 工人们虽弯腰低头 却都在偷巧 掌视姑姑 看得明目张胆 只是温柔的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我不再做工人的活了 只是偶尔给李摩煮茶 或是研磨 既然彼此已经心知肚明 戏也没必要做了 舞女 乐计统统都不再召见 我没有封号 却整日与李摩行影不离 工人们都叫我姑娘 李摩叫我阿喜 是了 我入宫时 给管事的报的名字是阿喜 集合喜都有好应运 那天 摇曳的烛火下 李摩伸手来解我的衣袋 忽然又停住了 小心翼翼地问我 可以吗 我说 陛下想好了就可以 孩子 对于他来说 是催命符 我怀孕了 李摩很高兴 抱起我转了一圈 后之后觉得 问我会不会伤到孩子 有个看不清局势的 梁蒂私下 问我怎么讨陛下欢心 我想了想说 不怕死就可以了 梁蒂撇撇嘴 嫌我我不肯倾囊相授 还边瞎话唬人 我可说的都是实话 这段时间 李摩更换了个人似的 每天都很高兴 不是摸摸肚子 就是跟我讨论吃什么 他这富过分松弛的样子 甚至让我有点怀疑 他已经想出什么 万无一失的法子 来扳倒温室了 这难以于登天 还有另一种可能 他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了 十月怀胎 本该是南澳漫长的一段岁月 我却觉得 与李摩朝夕相处的 这十个月转胜几时 生产那天 温室差人送来了一位长命符 与我的那个不同 是金的 我以前带的是银的 与金锁一同送来的 还有博书 是他给小皇子取的名字 善 成像字的东西 谁敢不说 我把金锁放起来 没给孩子带 这一名字 古本想叫李摩取的 我说 可以再给孩子取个小字 李摩却说 不管是谁取的 他都觉得 善这个字极好 跟喜一样 成像喜欢这孩子 他以后不会太为难他吧 看着墙堡中熟睡的小皇子 李摩突然转头问我 我哑口无言 善这个字 的确好 宫里不是没有奶娘 但我想 尽可能多赔赔事 所以一直亲自给他喂奶 亲自哄他入睡 这日 我刚把他哄睡了 轻轻放到榻上 一旁沉默着 看到半天的李摩突然开口 你会这么陪他到什么时候 到他能吃些软粥吧 嗯 李摩垂摸不语 到他能吃些软粥 那就是六个月 还有六个月 善儿五个月大时 李摩突然问我 你我死后 他们会给我什么嗜好 史书又会怎么评价我 这时 怀里的善儿 咿咿咿咿的伸手 去拽我腰间的玉牌 善儿 这玉牌可不是你的玩物 听到我说话 善儿攥着玉牌抬头瞧我 世卫素餐 婚无道 大抵如此 他自问自答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陛下还年轻 示好是百年之后的事 以后的几十年 若陛下能力经土治 爱您如此 天下人心中 自然都有定夺 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 陛下曾答应过 妾会做个好皇帝的 我闻声细语 笑着对李摩说 他却看着我又红了眼 我记得 善儿许师瞧见了异仰 松开手中的玉牌 挺着身子 去抓李摩脸上的泪珠 我将善儿递到他怀里 拿出帕子给他擦眼泪 陛下近日越来越爱哭了 比气还爱哭 听了这话 他脸上终于挤出一次笑容 是苦笑 你真像那帮清流大臣 尤其是我父亲 他以前就这么说过 这日用膳食 善儿哭闹 便叫下人抱到了饭桌上 他看到了岸上的吃食 伸手要抓 我拿汤匙 为了他一点软粥 他定吃了下去 吃完张嘴还要 善儿能吃东西了 我笑着跟李摩说 李摩抬脱看我 仿佛失了魂魄 再等等 许久 他才沉吟到 就像那天 他忽然后悔 叫我别去了一样 他只在哀求 第二日早朝 温石主张立处 寻尘无疑不负荷 我知道 不能再等了 李摩也知道 这日 我带上温石 给我的那根簪子 簪子自从回了宫 我就再未带过 趁着天还未亮 我又最后瞧了眼睁 睡得香甜的事 到了侧门 却没看见老太监 而是李摩远远地站着 一时间 四目相对 相顾无言 陛下那日说了 把预牌给妾的 不能反悔 不反悔 他苦笑 只是这一切 本来与你无关 是我把你拖了进来 妾还从未告诉过 陛下妾的名字呢 李摩微微一正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妾姓赵 名何吉 我们从前见过 他有些惊喜 但情绪很快又低了下去 妾以为陛下忘了 我故作轻松地打去道 第一次见你 就觉得似曾相识 只是 我以为 他以为我死了 和父亲母亲一样 妾矫性逃脱了 我并不想把温石 一直暗中护着我的事 告诉李摩 便岔开话题 父亲原本就想 将妾嫁给陛下 兜兜转转 造化弄人 没成想能再续前缘 虽然这缘分 实在来得太苦 我知道 我原以为他不知道的 纵使生死别离 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我走上前来 将我抱在怀里 让妾去吧 妾从来都不是局外人 我把脸埋在李摩怀里 怦声怦气地说 他若真的懂我 懂父亲 那他就该放手 这一辈子 是我欠你的 那下辈子 我会来 都城里没有什么事情 玩得过他 来给我煮壶茶吧 相对而做 我煮茶 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忽然起身 站到我身后 我向上一梁 低头看 吃那枚银锁 你别摘 这东西带久了 有灵性的 我没拒绝 任由他带上 可你枉为人几十载 所作所为实在不配承认 你是真不怕死 他冷冷说完 又回到对面坐下 你为什么 给孩子取名为善 即善也 我猜你喜欢 温石眼里含笑 那你当初 为什么送我回宫 看看 他是不是在玩你 到了这地步 我索性把想问的话 全都问了出来 立了太子 你会杀掉他吗 杀了他 阿吉不是成寡妇了吗 你真是 又聪明 又傻 说到这里 他眼中的玩味突然消失 目光变得很立起来 我会让他做一辈子傀儡 温石和李摩只能活一个 若温石放了拳 到他昔日所作所为 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所以他没有退路 说到这时 茶也煮好 我倒了一杯放到他面前 你这一辈子 也算是饮有尽有了 他将没有细品 直接将那盏茶一饮而尽 你若肯跟了我 那才真是饮有尽有 我低头不渝 他忽然起身 扣着我的脖梗 开始闻我 茶的味道 还有血的味道 他发了狠 好像要把我吃掉 才肯罢休 我拔出头上的簪子 使劲刺入他的脖梗 温热的血 溅到我的脸上 衣服上 温石终于把我放开了 他红对眼死死盯着我 我肯成全你 你却不肯成全我 我怎么成全你 我从屋中走出去 满院的府兵 他们腰间挂着刀 却没有一个人朝我动手 一时间 隆重的血腥气 让我有些恍惚 下意识地回头 那个从前 就看我不顺眼的老妈妈 举着菜刀冲了上来 温石是想留我一命的 可这回 他也失策了 庆安十九年 策封皇长子善为太子 其母赵和吉 追封为皇后 温和圣善 文德充实 一龙功美 柔德有光 史约昭义 我又不用自主地爱上你母亲 她活着时没有名分 因为我觉得只有皇后的位子 才配得上她 我最后悔的 就是没有早点认住她 没有在她活着的时候 把她封为皇后 又一年春天 玉花园中百花齐放 李摩却无心观赏 关于赵玉史和赵和吉的故事 她跟李善说了一遍又一遍 也不管小孩听不听得懂 她就是神女 就我与你找之中 正在扑乎蝶的李善 忽然转头瞧着她父亲问道 神仙会死吗 李摩先是一愣 玄机又笑了 抱起地上的小娃娃 朝她脸上亲了一口 神仙不会死 清安79年 皇帝崩 慈惠爱民 吕贤同生 安民立正 李月明聚 誓约文成 与昭义皇后合葬 太子善继位改年号出源 李摩是死在书房里的 死前最后一刻还在批月奏折 自和吉走后 她就过上了苦行僧班的生活 六十代 不疼踏足后宫 不疼饮酒作乐 她真的做了一个为后人称赞的好皇帝 就如同当初许诺她的一样 全文完